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一位美丽的少女 她静静地躺在椅子上 眼睛闭着似乎是睡着了 别看诗人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她还是被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孩子所吸引 于是她心里开始想要把这个少女留在自己家中 于是诗人就把少女留在自己家中做保姆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她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诗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对这个少女十分冷淡 但是她内心中却是十分的狂热 她就像一个刚谈恋爱的男孩子一样 悄悄地打量着少女 一天晚上外面下着雨 少女突然敲开了诗人的门 原来是在家中被她的妈妈揍了一顿 无处可去的她来到了诗人的家里 而诗人却十分心疼 帮她找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留她在家中过夜 但是第二天当诗人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少女在自己的被窝里 在惊叹之余 她想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画面 她开始写起了她年轻的时候 爱上的一个女孩的小说 她开始准时接这个少女放学 还和她吃饭 一起逛夜市等等 在旁人看来 他们就像一对正在谈恋爱的恋人一样 有一天 徒弟发现了师父写的小说 想要把这本小说据为己有 于是她把那篇小说偷走了 并且用自己的名字发表 之后这件事情被诗人知道后 她赶走了自己心爱的徒弟 在那之后 少女也看到了那篇小说 但她却以为 这是被诗人赶走的徒弟向自己施爱 深受感动的她 在一天晚上和徒弟坐在车上 于是发生了一些大家都懂的事 诗人的小说获得大奖 而诗人也被邀请做嘉宾 她在台上说出了许多的话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 诗人也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实在是没有去与徒弟争执的必要了 于是她也没有继续和少女来往 直到她过生日的那天 她的徒弟和少女来了 那天晚上她的徒弟喝多了 说出了这些年的心里话 说她还愿意继续做诗人的徒弟 给诗人打砸干活 做什么都可以 而诗人什么都没有说 就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当诗人在床上时 突然听到了书房传出来声音 当她好奇地出来看的时候 却发现是徒弟正在和少女 做一些羞羞的事 看到此番此景 诗人一下子就崩溃了 自己曾经想象的事情 如今都被徒弟抢走了 而自己的创作也被徒弟拿走了 她仿佛一无所有 可是她并不甘心 她把自己的徒弟的车做了手脚 想要通过交通意外来杀死徒弟 来报了这个仇 可是徒弟并没有死 在修车的时候 徒弟意外得知自己的车 被别人动过手脚 除了自己的师父 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 由于十分激动和愤怒 在一次车祸中 她掉落山崖 死于车祸 这后少女也重新看了那篇小说 发现了很多细节 才知道这篇小说原来是诗人写的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